核四公投案朝野上午再次對決 而今天也是車諾比核災27週年的紀念日 環保團體特別穿上了防護衣在立法院外抗議 表達他們的廢核立場 場內上午台聯黨團一早再度的霸占主席台 也讓議事又陷入空轉 不過民進黨團大會決議 今天不會再阻撓議事了 但會以輪番冗長發言的方式正面迎戰 並且希望暫時不要審查國民黨立委 李慶華的公投提案 或者是不要直接禁服二毒 但是國民黨團則是要求 今天就要處理 而且越快越好 我們希望成案之後就禁服二毒 沒有錯 是這樣子 我們希望越快越好 至於說有黨團已經主張說要提交協商 我們也尊重 不予審查 如果不予審查沒辦法通過 我們要求禁服委員會不能禁服二毒 因為這個主文的內容實在是太正義了 今天核四公投案是立法院會討論事項的第一案 提案的國民黨立委李慶華會進行提案說明 每個黨團至少推派五位代表發言 儘管民進黨團不會阻擋議事 但已經打算要輪流發言 四十位委員都會上台五分鐘 充分地表達意見 正面迎戰 如果整個案子沒有交付朝野協商 隨快下午就會進行表決 另外今天是車諾比和在二十七週年 環保團體也穿著防護衣在立法院外抗議 強力表達備和的訴求